2023年9月 香港發生了一場世紀雨災 黑色暴雨警告破紀錄生效16個半小時 氣象專家指出 全球暖化令大氣層容納更多的水份 導致極端暴雨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回顧香港歷史 過去亦曾發生過多宗傷亡慘重的雨災 現在同大家一起重溫一下 1972年發生的618雨災 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雨災 事件中有156人死亡 117人受傷 當年由6月16日開始 本港連續三天下暴雨 每日降雨量超過200毫米 除了多處地方水浸 更加引發多宗嚴重的山泥傾瀉 其中在觀塘壽茂平 一幅山坡突然倒塌 大量泥沙沖向翠平道一帶的臨時安寺區 掩埋近百間木屋 造成71人喪生 半山寶山道 亦出現嚴重的山泥傾瀉 令樓高12層的旭和大廈徹底倒塌 旁邊的景翠縣亦遭到波及 最高4層樓被削走 讓城67人死亡 1966年的612雨災 災情同樣嚴重 其中以北角的災情最觸目 事發於當日清早6時至7時 鐵文台在1小時內 錄得超過108毫米的雨量 破了當時紀錄 令到北角寶馬山塞西湖水塘滿舍 洪水由山上沿著明媛西街 衝向英皇道 大約50輛停泊在邪波上的汽車被衝走 堆疊在明媛西街的山腳 新界農田逆損毀嚴重 事件導致64人死亡 大約2000人無家可歸或需要遷離居所 2023年9月的世紀暴雨 天文台在1小時內 錄得158.1毫米的雨量 打破至1884年以來的紀錄 黑色暴雨警告生效16.5小時 柴灣、黃大仙等地成為窄國 在柴灣,雨水由山坡傾瀉而下 山下多處水浸 其中黃翠村的停車場更遭到沒頂 水位逼近2米 九龍區方面 港鐵黃大仙站因為雨水倒貫 整個站要關閉 旁邊的黃大仙中心地庫同樣整層被淹沒 雙戶損失慘重 停車場更本 書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